这俩人凑到一块儿 结成了盟友 那又会做出哪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 万里代政28年 郑飞他是幕后推手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他又是什么呢 万里正飞接连打破组织礼法 又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郑贵飞野心昭然若揭 为了达到目的 他又使出了哪些手段 万里代政28年的背后 又发生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经典团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了 郑飞和万里不但经历相似 脾性也十分对位 所以万里才会放弃后宫这片森林 独宠郑飞这一棵大树 可没想到万里这一宠 不但宠过头了 还接连坏了祖上的规矩 结果引发了一场漫长的君臣大战 这大战的一头 那是万里和郑飞 另一头那就是满朝的文武大臣了 那么这场大战 他是怎么开演的呢 回答之前呢 红宇呢还得介绍一段背景 那就是刚刚说到的 万里一时兴起 宠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的事 这是后来呢 成为了万里一生中最大的耻辱 怎么回事呢 一夜风流过后 万里呢怎么他也没想到 那宫女呢他竟然怀上了 怀孕这事啊 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你说哪还瞒得住啊 很快就被这李太后呢给知道了 那结果呢 想当然啊 这事情还又闹大了 我宫中王氏 对你招姓 现已有孕在身 阿淳 确实不知啊 万里呢 这会儿才知道了 这王宫女儿 她怀孕的事 第一反应就是 打死也不能承认呢 您要知道那宫女儿啊 她出身低微 姿色呢也一般 这事呢 要是传出去了 那不是显得自己又好色 她又没品吗 所以呢 不管李太后 她怎么问 万里呢 那都是随口打哈 她拒不认账 可这李太后是谁啊 纵横后宫数十年的女人呢 你随手拿本书出来 那就把这万里的老姐给接了 怎么回事呢 万里呢 她怎么她也想不到 自己身边呢 一直有一个叫内企居住的东西 里头呢 记载了她平时的生活情况 比如说去了哪啊 和谁见面了呀 干了些什么呀 都记得是一清二楚 李太后拿来的这个书 正是内企居住 她随手一翻 就找出了万里宠幸王宫女的证 让这万里啊 很想赖她也赖不掉了 尽管万里 她是一千个 一万个不愿意 李太后呢 还是逼着她 把这王宫女啊给娶了 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王宫女在肚子里面 怀的那是万里的第一个孩子 当时呢 李太后等孙子等的 花儿都开谢了 这会儿呢 终于来了 能不赶紧的把孙子的名分给定了吗 所以呢 王宫女就一夜之间呢 麻雀变凤凰 她做了王公妃了 之后呢 也如李太后所愿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那就是皇长子 朱长罗 结果呢 所有的人都乐开了花儿 唯独万里她垮着张脸 那怎么回事呢 即使啊 万里的亲妈李太后 她原本她也是宫女 为此呢 万里她还看了不少人的脸色 可眼下自己生了个儿子 亲妈 她也是宫女 更关键的是 这儿子呢 还是长子 哎呦 这事情那就更麻烦了 您要知道 明朝呢 有一规矩 她是关于立太子的 有敌立敌 无敌立长 敌子 那就是正宫皇后生的儿子 但是呢 万里她不待见这个皇后啊 所以呢 她这一辈子呢 可能都不会有儿子了 因此啊 不出意外的话 这王公妃 她生下的皇长子 那就是下一任皇帝了 也就是说呀 万里呢 不但自个儿 她好色没品 她宠幸了宫女 还可能让宫女的儿子呢 宠到自己的父侄 当皇上 那不是华天下之大吉吗 那这个万里 她肯定不乐意啊 为此啊 她就明着暗着 就开始破坏祖宗定下的规矩了 什么规矩呢 按说呢 皇长子出生 她应该大肆的庆祝一份 可是万里呢 她以皇长子为耻啊 那你说她还会为她庆祝呢 于是一句 一切从前 就把这事呢 给打发过去了 可几个月后 正妃她也生产了 生下来的呢 还是个小公主 可结果呢 万里呢 却大摆宴席 好好地庆祝了一番 你想啊 古代呢 她尤其是重男轻女 结果呢 庆祝皇子出生的宴席 那比庆祝公主出生的 那还要简单 这明显不合规矩啊 但是呢 当时的大神们 虽然把这些呢 都看在了眼里 但他们也明白了 万里心里头的那点小九九 就都没说什么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完全打破了大神们的底线 把他们给彻底惹鸡了 怎么回事呢 隔年的时候 郑贵妃 她又生下了黄三子 朱长荀 那结果您猜怎么着 除了大司庆祝 万里呢 还下了道圣旨 郑飞 贤良淑德 劳苦功高 特升为 黄贵妃 大神们知道了这事 一个个气的眼圈都红了 王公飞 生下黄长子 还只是个妃子呢 郑飞呢 生下黄三子 却生了黄贵妃 这个位分 比这个王公飞她还高 这不明显是乱了规矩吗 你要知道 黄长子 那可是未来的太子 她的母亲 位分 那只能比皇后低 那这些郑飞 她又不是皇后 她岂能踩在王公飞头上啊 于是 大神们就开始上书了 要这万里 把这王公飞的这个位分 也提上去 可这万里呢 她不愿意啊 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郑贵妃 她就给这万里呢 就出了一个搜主意 就说了 说就把这些奏章 都留在宫中 看那些老家伙 她能怎么样 万里一想 说对呀 我可是皇上啊 干嘛我要受那些 老家伙的威胁啊 就把奏章呢 都丢到了一旁 果然 大神们 看地上去的这个奏章 都湿沉大海了 之后呢 的确不怎么提这事 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